中共党媒头版大信号说一切西方理论都是敌对势力 环球时报说三中全会对全球很重要 香港中资企业的员工早追讨奖金上千万元 苏州书记向日期保证努力为外国人提供安全环境 北京叫停中美重要的军事会谈 但马西说中国市场最大的挑战是政策不可信 中共的三中全会今天继续召开 按照中共的日程在7月18号的时候三中全会结束 闭幕之后官方会发布一个三中全会的公报 到那个时候外界才知道三中全会 它到底谈了些什么东西会有哪些举措 但是中共官媒作为一个头号的宣传机器 它又不得不报道 因为在这个时候它如果不报道三中全会 那就犯了政治错误 所以今天中共的一众官方媒体继续的集体发神经 先是中共的党媒环球时报发文章 在头版当中说 三中全会对全球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将为全球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 而紧跟着中共的头号党媒人民日报 在7月17号的时候又发文章说 谁要是敢在中共的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当中 来鼓吹西方价值西方理论的 那全部都是境外势力 日来自台湾媒体中央市的报道说 中共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正在北京召开 中共的头号党媒人民日报 在7月17号的时候在头版就刊登了文章 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广度与深度前所未有 要做到需要守正 既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 不能把西方理论生搬硬套 中共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从7月15号到18号在北京举行 会议的主题为 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视线的话问题 而中共的头号党媒人民日报 在7月17号的时候 在头版当中就刊登了题为 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强大思想武器的文章 这篇文章就声称 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 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 其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 难度可想而知 文章又指出 全面深化改革首先要守正 说曾经有一段时期 一些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的人 在那里摇气呐喊 制造舆论混淆视听 有的人把改革开放定义为 往西方普世价值 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 否则就是不改革开放 文章引述了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的话表示 这是偷换概念 曲解改革 强调改革开放是有方向 有立场 有原则 并且指出 不断推进改革 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 不能把西方的理论观点 生半硬套在自己的身上 改编文章还指出 守正必须加强党对改革的领导 形容守的是本和根 才能够不迷失方向 不犯颠覆性的错误 认为改革必定要触及到 深层次的利益格局的调整 和制度体系的变革 必定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 该篇文章还说 最核心的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偏离这一条 九南远北折 发在指出 中共的三中全会在召开之际 中共的官媒刊发了多篇文章 释出对这一次会议的政治和经济的讯息 中共的官媒新华社还刊发了万字特稿 首次称习近平为改革家 并且将习近平笔肩 开启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共已故领导人 邓小平 这是来自联合早报的细细表示 中共的纪委 国家监委主办的 中国方正出版社 发文透露 说有身为中共党员的大学教授 因为传播躺平摆烂等一些负能量和错误的观点被处理 方正出版社在星期一 也就是7月15号的时候 在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当中 发布了传播负能量和错误观点行为 认定与处理一文 而上海安徽西藏等地的纪检监察机关 在第二天相继的传载了该文 文章说 一名身为中共党员的大学法学院的教授苏某 虽然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与中共中央保持一致 但是在课堂当中多次的鼓吹躺平摆烂投机 及时行乐或宣传历史虚无主义等一些野史 曾经被学生投诉 也曾经多次的被教处约谈 之后被巡视指出 文章表示 苏某向学生鼓吹躺平等些错误的思想 是不正确履行教学职责的行为 可以依据纪律处分条例来处理 而对苏某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的行为 如果涉及到否定思想基本原则 等一些政治问题的言论 可认定为违反政治纪律 另外该文章还提到 对违纪行为的取证 需要针对不同违规行为的具体表现 固定相关的证据 例如苏某主张躺平 需要核实苏某发表观点的具体动机 发表观点的范围和长河次数 以及后果影响等方面的证据 尤其是要把握情节和后果 对产生不良政治影响和严重后果的事实 要注意调取舆情反应 听众评价等等 本章还列举了中国的高校党员干部 传播负能量和错误观点行为的表现形式 包括违反国家层面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价值目标 违反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价值去向 以及违反公民个人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价值准则等等 其中具体就提到了一些行为 包括对于民主 有的偏面理解人民代表大会间接选举 要求扩大直接选举范围 或者推崇西方民主理论 对于自由 有的认为自由是绝对自由 宣扬不自由 雾宁死等一些偏激的观点 推崇定居自由 户籍流动自由 西方式所谓言论自由等等 这篇文章出自高校系统违纪违法行为 认定与处理一书 由方正出版社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出版 官方表示 这本书梳理了近年以来高校系统典型的违纪违法案件 既可以作为纪检监察干部执纪执法的参考 又可以作为高校教职员工 警示教育和普及法纪的学习材料 根据官方的信息显示 中国的方正出版社是由中共的纪委 以及中国国家经委主办的 中国纪检监察系统唯一的专业出版机构 中国的经济低迷也引发了金融业的降薪潮和裁员潮 而这一波趋势目前蔓延到了中国境外 就连香港的一些中资金融机构也传出了信息 近日有在香港的中资金融机构的员工就表示 他们已经被要求要退还部分的奖金 而有些人退还奖金的金额居然达到了上千万港币 当然目前这一波的反向讨薪只是波及到了中国内地驻香港的员工 还没有波及到香港本土的员工 这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中国经济表现低迷波及到了金融业 不但引发了裁员和降薪潮 更是波及到了境外分支机构 有知情是指出 香港包括光大集团等一些中资金融机构 近来陆续的通知员工要退还已经发出来的部分奖金 有人被追缴的奖金更是超过了港币上千万元 财新网在7月17号的时候发自香港的报道当中就指出 商术的人士提到光大集团2022年到2024年 由中共中央巡视组进驻检查期间 旗下的海外金融业务的子公司光大控股 就由驻香港的员工被要求退还一部分已经发放的专案奖金 连曾经超出标准的餐费饭店的住宿费也需要退还 而部分的员工应领的地盐奖金更是被直接的取消了 这名人士透露说 这些被要求退还的奖金以及被取消的地盐奖金的数额 依据经手的案件的大小从港币几千元到超过上千万元不等 其中没有发出的地盐奖金已经确定不会再发 至于退还的奖金是否已经落实执行以及落实的进度 目前还不确定 报道指出上述受波及的员工主要是专案以及第一线的员工 不涉及到中后台的员工 因此被要求退还奖金的基本上是来自中国的港漂 而一般担任中后台职务的是香港本地人 目前还没有听说受到影响 另外香港媒体星岛日报也指出 目前光大集团在香港的分支机构当中 有多达30%的员工是由中国派驻 但是报道提到 在香港中资金融机构工作的香港本地员工 虽然没有被公司讨薪 却仍然被要求退还先前一领的补贴差额 有知情事就指出 其中有中资银行调降出差的津贴之后 便要求员工要退还过去一年之内领取的出差津贴的差额 熟悉中国金融业的市场是指出 近年以来中国和香港的金融市场低迷 不少银行业务表现欠佳 员工的各种奖金和分红早已经是大幅的缩水 如今香港中资银行进而向员工追讨过去发放的奖金 具体的方式是用新的绩效标准去衡量员工旧的绩效 如果没有达标的就要追讨已经发放的奖金 有香港的资深投资银行的业者就指出 他实在难以理解这种反向追信的文化 但是未来一旦延烧到了香港本地的员工 也不例外 如今在银行业裁员潮之下 员工为了保住工作 对于被追星这件事只能够就范 实在是银行业的悲哀 中国经济的低迷 再加上中国社会发展当中各种弊端导致民怨沸腾 于是社会恶心事件就频频发生 在6月14号的时候在苏州就发生了一起中国男子持刀 刺伤了日籍母子的恶心事件 随之就引发了外国企业会不会纷纷的离开中国的猜测和风波 而在7月17号的时候苏州官方就发布信息说 苏州的市委书记正式的向日企代表保证 将会努力的给外国人提供安全的居住和营商环境 这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苏州的日桥在6月24号的时候遭到了中国籍歹徒行凶之控 中共的江苏省苏州市委书记刘晓涛在7月16号的时候会见了日企代表时就表示 苏州将坚定不移的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努力为外籍人士提供更加便捷舒适安全的环境 苏州市委宣传部的微信公众号苏州发布在7月17号的时候就公布 刘晓涛16号的时候会见了日本京工诸事会社的董事 代表执行役社长兼执行长市井明俊等一星人 并且做出了上述的表示 刘晓涛表示苏州将坚定不移的扩大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积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继续深化与外资企业合作 全力保障外国投资者合法权益 努力为外籍人士提供更加便捷舒适安全的环境 实现合作共赢 苏州发布在公布当中提到 日本京工诸事会社1995年在苏州市侠下的昆山市首度设厂之后 相继在苏州成立了中国区总部以及研发中心等等 在今年6月24号的时候 苏州的日本人学校的一名日籍小学生及其母亲 遭到了一名中国籍歹徒持刀刺伤 这名歹徒更是企图冲上校车继续行凶 被随车的女导户胡有平奋力的阻挡 但是胡有平事后伤重不治 在中国民间引发了爱国主义支持者与质疑者的论战 引发中国各地日本侨民的不安 也让中国当局脸上无光 随后在微博网易抖音等些中国社交媒体平台 相继宣布整治相关的涉外极端言论 而中共的官媒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评论 只不会接受个别人士炒作仇外情绪 今天中国的外交部又发出了个信息 说要暂停跟美方的重要的军控的磋商 而中国官方给出的理由呢 同样是老生常谈 说一切责任都在美方 这来自台湾媒体中央市的报道说 中国的外交部在7月17号的时候就表示 中方决定暂停与美方商谈 举行新一轮的军控与防扩散的磋商 声称造成这一局面的责任完全在美方 美方需要为对话交流创造条件 去年11月份的时候 美中曾经举行了军控与防扩散的磋商 根据中国媒体澎湃新闻的报道说 在7月17号的时候 中国的外交部举行了例行的记者会 在媒体询问个别美国高级官员 在不同场合指责中国拒绝与美方举行新一轮磋商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林健做出了上述的回应 林健指出 一段时间以来 美方无视中方的坚决反对和反复交涉 持续对台军售 采取一系列严重损害中方核心利益 破坏双方政治互信的消极举动 严重破坏双方继续进行军控磋商的政治气氛 另外林健还指出 为此中方决定暂停与美方磋商 举行新一轮军控与防扩散的磋商 造成这一局面的责任完全在美方 去年的11月6号的时候 美中举行军控与防扩散的磋商 时间落在了美国总统拜登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旧金山举行会谈之前 当时这场针对核武管控问题的会谈 被视为为拜习会的登场做铺路 新加坡的大马歇控股 近来在中国的投资是表现不佳 于是大马歇中国区的主席就表示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资金流动不稳定 而且流出的现象非常的明显 说中国当局现在不应该过度的关注外资 而应该先是稳住内资不外流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中国的企业 中国的资本 中国的民众对中共当局发出的政策有信心 这是来自台湾媒体中央社的报道说 新加坡大马歇控股投资中国资产组合部分表现欠佳 新加坡大马歇控股中国区的主席吴宜斌认为 目前中国资本市场一大挑战是资本的流动 信心则影响了资本怎么流动 新加坡大马歇控股在9号的时候发布了截止到 今年3月底的2024年的财政年度年报 根据联合早报当时的报道指出 年报显示由于中国资本市场的表现不佳 部分抵消了投资组合静止的成长 大马歇投资每周的比重为22% 10年以来第一次超过了中国的19% 而中国媒体第一财经在7月17号的时候 就刊载了吴宜斌的专访内容 吴宜斌认为中国资本市场目前面临的一大挑战 是资本流动 他说除了地缘风险经济信心等一些因素之外 又缺乏财富效应资本流出在这个时候会比较的明显 大家大多关注外资 其实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内资 也就是长期资本还有耐心资本 吴宜斌观察到从去年以来 印度和日本的资本市场是资本流入最为明显的亚洲市场 几乎全部是本土资金支撑上涨 由于财富效应外资基金在跟进 不过比重较小 另外他也说明所谓的财富效应指的是哪有钱赚 资金就往哪流 资本流动又受到信心影响较大 信心反过来也会影响到资本的流动 例如目前中国市场允许保险资金配置的股票比例上限达到了40%以上 而现在实际的投资比重却远远抵得多 而在宏观的层面 政策如何从供给侧转到需求端 我们还需要持续的观察 吴宜斌强调将会持续的关注中国消费需求 企业需求如何恢复的问题 以及房地产风险如何化解等些挑战 另外他也强调说中国的定存规模持续的创新高 民众对于财富效应的预期降低信心不足 几乎所有人在2021年之前都会坚定的认为 明年会比今年赚钱的多 而现在则已经不同了 吴宜斌表示政策如何的提振消费 带动消费者的物价指数CPI的走强 这是目前需要关注的重点 发放消费券是一个可以尝试的提振需求的政策 中文字幕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